另外嘉义海线的战区来看在嘉义地检署前 绝食七天的前立委蔡启芳 昨天体力不知送医 那么今天中午立刻出院 打算继续帮儿子蔡逸宇拜票拼选举 那么对手汪崇坚的老婆还在苦称 继续她的绝食抗议行动 不过蔡启芳以过来人的身份说 对方静坐绝食没有什么正当性啊 劝她早点回家睡觉免得弄坏身体 才从医院回到服务处 蔡逸宇立刻替父亲送上运动饮料 蔡启芳身体虚弱的坐在椅子上 因为她是不顾医生的建议 坚持提早出院继续拼选举 只要用 应该没批准起到中午 所以最后几天我还是挂免春雨 毕竟选战倒数 蔡启芳挂念的还是儿子的选情 坚持还要继续去拜票 让蔡逸宇很感动 这头父子情深 那头对手国民党翁崇军的妻子 还在绝食 80岁的老母亲也跑来苦劝女儿 快回家吧 生命健康都很重要 但是一个人的名誉清白更重要 翁崇军老婆绝食第四天 咳嗽感冒仍然靠着点滴撑着 然而蔡西方说 自己绝食是抗疫查会不利 对方绝食是要检方不要查 不过他也以绝食欺贴的经验劝对方 他在那里政策没有什么政策 所以还是肯定一困 比较要紧 在那里爬派身体 因为他听说汗流还要搞 这事有够大 绿营指控对手买票 蓝营反控抹黑 绝食现场场内场外 双方依然隔空较劲 三地新闻 廖国雄 嘉义报道